还有呢 还有呢 我觉得 他应该是个好人 是个 是个善良的人 跟他接触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吧 比想象中的简单 有比想象中的困难 那 针对刘馨杰的工作 你觉得现在最困难的是什么 最困难的 我觉得他的心 好像被一层东西包裹着 不太容易打开 还是他自己就根本不愿意打开 他好像不相信任何人 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 他只相信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利用他或者策反他 我觉得 几乎不可能 我知道了 那 那我还有 必要和他继续交往吗 当然 这个人很重要 好 齐处长 您要的材料都在这儿了 谢谢啊 齐处长 请尝尝 这是什么呀 生滚猪肝粥 我先生有慢性胃炎 我经常保守给他喝 今天啊 直到您加班 特意给您带了点 您尝尝吧 对对对 你广中人 这个包装一定好喝的 真是挺香的 托你丈夫的福啊 行行行 没什么 女士文 问你点事 木马计划你听说过吧 好像听说过 是李处长搞的那个吧 对对对 具体情况呢 具体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项目的保密级别是A级 我这里不经手的 不对啊 A级档案也在你这儿规档啊 木马是特例 一切材料 都在李处长那里规档 我就随便问问 我回办公室抽根烟 你找我拿回去吃 行 把你弄走 不用收 待会儿我还回 好 去吧 喂 喂 喂 我是李博函 李处长 是我 是魏主任 什么事 齐处长刚才问起木马的事了 他都问什么了 也没问什么具体的情况 就是打听档案在哪儿 我当然说在你那儿了 你说得对 谢谢 要勺吗 李博函纳闷 齐佩玲打听木马是局长认可的 还是为了满足他愚蠢的好奇心 李博函太自负 他根本想不到 这是齐佩玲对她的火力侦查 喂 给我接局长办公室 喂 现在局长有时间吗 我有及时找他面担 我只需要十分钟 好的 那我等着 署长 找到董乾坤的住址了 这么快 怎么找到他 他今天下午五点进入壁区 我们没靠近 等他出来就一直跟他到家 我现在把第三组留到那儿盯着 你把他走的路线说一遍 他下午五点进入了 这儿 然后出来基本上没怎么绕路 就直接回家了 这儿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必须重新走一遍他的路线 一 看看路上的情况 第二呢 掌握他可能去什么地方见什么人 这样我心里踏实 好 咱们现在九曲桥那二十六个犯人啊 为了跟别的犯人隔离开 他们现在在监狱最后边那间院子里 那间房跟外边那条街就隔着一堵墙 如果在里边开枪的话 动静就大了 我又没让你在里边动刀动枪 可要把那二十六个犯人转到刑场 连行刑的带押运的 加的一起得五十多个人 那怎么可能不走漏消息呢 是有难度啊 再想想办法吧 怎么 还有更坏的消息 这不是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是记者已经知道风声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些犯人全是从外地转过来的 外地的记者不可能不知道 这是最要命的 那你说怎么办吧 反正 我现在就是让他们再吃得好一点 我想派个医疗队进去 为什么呢 杀猪不还得养胖点吗 我干脆就跟记者们说 这二十六个犯人啊 就是从咱们这儿转一下 咱们只负责监管 咱们就让他们看看 咱们九曲桥监狱的人道主义 究竟体现在哪儿 等他们松懈了以后 这阵消息也过去了 咱们就动手 小子 这种鬼点子只有你想得出来啊 行吧 就按你说的做 不过不管怎么样 最终的解决方案 你尽快地给我想出来 你尽快快地给你们 似乖 找我 书长 您看这个 什么呀 是楚方 开的都是马肺 这有点意思 这还真是有点意思 这有点意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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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回家 没有 你起来 到局里来一趟 什么事 那我再告诉你 我把他们几个都叫来了 齐佩林在办公室 打破和新杰马上就到 谢谢你 你行动的时候 我让这几个处长待在局里 我陪着他们 直到你抓住人 把人带回来 我再让他们自由活动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问题了 对了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 现在要抓董乾坤啊 我在调查周汉亭时 发现了这个区域 B区 这一带地理环境和居民都很复杂 很有可能水手机关 就在这个地方 我不敢贸然地行动 就采用了秘密的监控 董乾坤的据点 就是这个地区的门户 照理说 我不该轻易地动荡 可是昨天下午 董乾坤进入了地区 而且很快就回了家 我复查了他的路线 发现他在一家代售车船票的客栈 买了一张今天去南京的车票 他是领受了任务去南京出差 所以你决定马上抓他 对 我有几个理由 第一 他去南京的任务 值得生亡 第二 如果放走了他 以后再想掌握他 很难 第三 现在抓他 他的同党很有可能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 我就想利用这个时间长 好 就按您算的座吧 这样 把人抓住以后不要带回来 你也不要跟局里任何人说 你秘密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 尽快突破他 既然保密我们就保密到底 好好掌握好这个时间长 好 那我现在出发了 等等 早餐秘书给你准备好了 别忘了带上 既然走 要生啊 早茶 我还呢 要搞个行动 这个行动针对的是董乾坤 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啊 明白 不闻不说 一会儿大家到会议室集合 等行动结束 局长 美国专家做的心理描述出来了 看看 说说 这个人啊 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是单身 一个人住 他可能有女朋友 但是多半呢 是为了身份的掩护 为了让他显得不那么特殊 这个人因为担负的是双重身份 他不可能让恋爱或者家庭这种关系来缠住他自己 一个道理 你看第二点 因为长期高度的神经紧张 他很有可能利用麻醉品来放松自己 所以他很有可能续酒或者有别的药物依赖 这种可能性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这个也能看出来吗 这都是他们说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有了 美国专家这一套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是是是 这好像是在说刘辛杰吧 从单身这一点来讲 马维仁 李博涵 辛杰 都符合这个条件 你不也单身吗 我 有了 没有 没有 单身 不要说单身 干我们这一行的 大多都是 真不奇怪 过要说依赖麻醉品的话 这好像还是在说刘辛杰 他喝酒喝得厉害者你知道 局长 这 这麻醉品可不单之究竟啊 辛杰喝酒全体上下都知道啊 可其他人有没有什么秘密嗜好 不 这正是我现在查的 你小子肯定是有所知 解释 这是我在马维仁家送出来的 他亲手开的麻菲厨房 时间跨都是两年 数量是五百只 这正是一个 毒阴很深的注射者 两年正好的量 马维仁在你的监管之下 有条件扎针吗 另外他最近毒瘾犯了吗 他没有 我断定他不是那个云君子 我现在查的 就是他把这些麻菲提供给谁的 这就奇了怪了 这么多毒品他会给谁呢 刘辛杰有没有这个迹象 他却没有 他现在连酒都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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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没有 前两天您不是关他禁闭吗 我派贤兵看得他磕紧了 如果他真的扎麻菲的话 几个小时就能看出来 你说这么多毒品 会不会跟马维仁的 未婚妻失踪有关系啊 另外他留这么多厨房干什么 我是这么想 马维仁啊 这个人胆小 他留这些处方是作为证据 关键的时候洗脱自己 早 早 魏主任 保送答案是你调走了 刘处长 您保重 您保存一下 您保存到 您保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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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勿者 又怎么了 我不知道啊 我还想问你呢 是不是因为你把 维克利的肚子搞大了 老谭要把你军法从事啊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要我干也是老齐干 维克利被调走了 是吗 我刚在楼道里看见 他拿着东西走的 这老齐真的把他肚子搞大了 我估计啊 是 李博涵要搞老齐 老齐不让他搞 所以老齐搞了维克利 听明白了吗 是 喂 aşk 早 如果 我猜我这玩意真过来 部长 今天有个紧急行动 事关保密 所以把大家就交这儿来了 吃早点了没有 没有 有事 保密 玩吧 你把这个都交你 把身子得正 这样 这样 拿开放了踏不下去了 再低点 我这已经最低了 这是最低 这么低了 这真的费了 这个 赶紧赶紧赶紧 说早饭 教授 嗯 那咱们先吃吧 来 军姐 吃肉 嗯 大伯啊 大伯啊 你这个肚子大得都没谱了吧 按照国军 对上校军官腰围的标准是二持四 你是四持二 吃吧 吃吧 还有十份 都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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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